我錄下了 我也有 我才解釋你的時候 你不要拍皮膚 我看看怎樣 這個家裡你有份 為什麼你可以不知道東西放在哪裡 因為它收拾那些東西 你呀你呀你呀 是啊你呀 我玩你呀 你也是這樣 是啊你呀你就是這樣 我們從來都是這樣 回到我們的同居共鳴2.0 好好啊 因為我們都住了差不多一年 有見過我們的關係突飛板進 哇好假的 又沒有突飛板進 只是平穩而已 OK 開始穩定了 所以都想來一次同居共鳴 這次又收集了一大堆同居共鳴 選了幾條出來說 有很多你踢圖上次差不多 那就不再聚述了 例如那些男人在廁所一光年 我看到他跑了10公里 是啊跑了10公里 他男朋友去廁所 然後他同步出了門口跑步 跑了10公里回來 他男朋友還在廁所撞 to be fair 我覺得是你跑得太快 這些不說了 這些上集已經說了 大家去上一條片看 沒錯 首先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們是智障情侶 我是Cherry 聲榮 我是Kairo 好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好 立刻開始共鳴 大家有什麼共鳴 如果沒有在這裡出現 但是又很想獲得大家的認同 大家都歡迎留言 可以在下面留言 激烈討論 男朋友跟我住好像養貓一樣 有很多頭髮在地上 即是說女生脫髮脫得好 整個都是 好像養一隻貓一樣都沒有 這個也是老問題 即是你不搬出來住 都不知道原來平時你媽媽在家 是撿了那麼多頭髮的 你地上頭髮只要吸塵而已 OK 不算很辛苦 最嚴重的是什麼 就是洗澡隔水兜的頭髮 首先你幻想一下你要親手碰它 因為有時候你叫一餅東西 是 跟另一半一起住的話 只有你和我 口同鼻咬 是不是口同鼻咬 就是總之只有你和我 我們 沈去了嗎 但又很無辜 譬如那個女朋友 我都不想脫 所以你要多吸塵 將你那一天要撿頭髮的時間 再share一半一半 我覺得可能會容易解決這個問題 洗碗和洗澡水喉長開兼大水 風扇冷氣燈又長開 調教員好了一點 但懷疑他 這句太敏感 懷疑他不敏感 我不參與別人家的家庭戰爭 嘩 這句好大殺傷力 他都被我捉過幾次 第二天起床去廁所 我發現原來廁所都沒有衣 那晚太睏了 去廁所忘記洗澡睡覺 一次而已 還有我覺得 關燈開燈都是習慣 都跟他們以前家人的習慣 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不是未必是保定懷的問題 真是 協調 因為他不會覺得有問題 正常我家人的正常 不是應該長開著燈嗎 所以我覺得 無論你是習慣開還是關 是用完就關掉 我還試過 觸過不止一次 他冷氣 我錄下了 我也有 我先解釋這個 因為有一次 我們說大家沒有證據 我們就錄下了 我知道那次是怎樣 我有一點點無辜 有一次我記得關掉 但我刺了以為關掉了 因為我們用了一個 是隱藏式冷氣 有時可能刺完後 不是很嚴重 有聲音 但他真的沒有 因為他對不準 或者detect不到 就沒有關掉 這個我給你改 因為我真的忘記 我也有話想說 這傢伙最喜歡什麼 洗衣服 無論多少件衣服都開機洗 洗三件衣服都是要開機 有時我急著要用那些衣服 你都可以跟其他衣服一起 明明有其他衣服 你為什麼不適合 明明就沒有關係 剛才你不用馬上洗 你不是手洗 我以前有關係 如果只有兩三件 我會洗澡的時候洗 那我就不會開機洗 三件衣服那麼多 二十件衣服那麼多 對 我很喜歡洗弟弟的床 可能只有兩件 真的不建議 我也有拍下 你不要去就行了 我們現在先去片 這個很危險 我給大家看看我們的證據 小氣寶的進化版 小氣片 小氣片 是開著的冷氣 就是他昨天沒有冷氣 你沒有關掉冷氣 你沒有關掉冷氣 又沒有關掉 又啊又啊 是要用的又字 你啊黃先生 我先睡覺 我關了廳那個 你沒有關掉房間那個 是嗎 我有關掉的 你是浪費電盒 關掉冷氣啊 省電啊 我沒有關掉嗎 沒有啊 開了一整晚 請問你在做什麼 我閉上衣服 幹嘛 你閉上衣服 今天我去沙灘的衣服 為什麼你三四件衣服 都要開機洗呢 因為我去完沙灘 你有沒有浪費水 2 3 4 這樣你開一機三洗 23A3很髒 現在我們都找到一些方法 其實我們一買電器 主要都會傾向買智能駕駛 出了門口 都可以遙遠控制你家裡的東西 可能出了去才記得 自己沒有三封前 其實是經常的 我們都 其實你一開APP 就知道它有沒有開 所以其實真的很方便 因為冷氣問題 其實現在我會設定一個時間 其實它晚上都不需要那麼多冷氣的時候 我就設定了可能凌晨兩三點 這樣就知道了 如果它真的好熱才開 所以設定時間 下載APP 地能加電 其實真的可以節省很多電 還有另一個節省一點的提示 還有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現在中電是有一個智能電錶 進入了中電的APP 已經可以看到你自己每個用電量 每天每小時都可以看到 是啊 然後呢 是另一個證據 你用了多少電呢 我會看到 這個APP好像是 我隨時都可以檢查 原來你根本有這麼多電 它有整個統計圖 然後有帳單 然後每天的電都幫你計算 每個小時都可以 就是有一點的概念 是我減肥 然後我每天看那個磅 卡羅里 我升了還是跌了 我計算了卡羅里 其實挺好的 省很多電 真的 就是我覺得 糟了 好像用多了 那它又可以 真的用多了 是啊 還有我知道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可以設定預設的用電量 它就有一個提示功能 只要你用電去到你設定的預設值 它就會提醒你 你已經用到這個level 那不錯 那你要再節省一點 那你就可以預計到自己用多少電 設定到自己的預算在哪裡 可以證明一些 控制自己用電量 那適合一些那麼忙 做到那麼晚的人 好 其實我們早就已經下載了這個中電的APP 還有已經申請了中電的網上帳戶 就是我剛才說可以上網交電費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記得加入這個全心全電 我們已經裝了 就會收到一份下日涼浸浸省電工量 幫你量身訂做 就是看一下你的個向 家裡有多少個人 有多少間房間 就會提供一些省錢的提示給你 那你就可以跟著它利用 還有 還會教你如何精明地選擇電器 最近有消費券 其實大家真的可以考慮 就是根據那些提示去買一些新的智能電器 順便換了舊那批不省電的 所以看完我們這條影片 玩完省電短片有獎問答遊戲 答了問題之後 分享一個省電小提示 大家就會有機會得到 中電的智能即賞500分 以及一個充電器一個 沒錯 很認真 另外還可以參加下日省電相運 頭200名省電百分比最高的家庭 分分鐘可以拿到智能即賞5萬即賞 但同於約3000港幣價值加電 我也想要 東西亂放 還有不知道東西放在哪裏 共鳴 這傢伙 搬進來大半年 其實他都不知道東西放在哪裏 因為很多東西我入企時 規劃好了 可能櫃桶會放 這一層是電衫 下面是工具箱 之後是文具箱 就是我自己的計劃好了 假設他 你未必是親身放 或者安排東西放在哪裏 基於你同住在這間家 其實你應該知道一些位置 例如我這個區域原來整個櫃子都放公仔麵 我知 幾個月後 所以我還沒問你 然後每次問人發難 你可不可以自己找一下 他經常問人 這是我覺得我們初遊漲言吵架的位置 我就是那些我用到才會找到哪裏 因為我門不會無緣無故走 我整天都把櫃子都打開 但他的想法就是 你應該自己去看看 自己去留心一下 不要經常問人 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 他很喜歡收拾東西 因為他很整齊 但是他有時候想想 不如這東西試試調轉擺 我有通知他的 不過他就完全聽完 還可以進入又要出 你趁我做其他東西的時候 無緣無故跟我說 不如我調到哪裏 然後我 當然無緣無故 難道一天突然開會 來開個緊急會議 我調了位 然後散會 其實很簡單 你不用說 下次我找的時候 你會說我調到那個位置 那就可以了 下次我都不記得了 我問你的時候 你不要拍脾氣就行了 我看一看 他很欠人問他 你都知道 哪裏回答一句 知不知道就算了 我不明白那麽大問題 所以其實根本就有少少少 不要裝模仿 不要鬥 重點都是 其實 不是故意的 提醒一句 這個問題可能都要大家耗一下 最好的解決方法 就是放回原位 還有大家有共識地放一些東西 可能你真的動了位 你就通知 放的時候你說 而且我曾經也有說過這個對白 就是這個家裡有份 你怎可以不知道放在哪裏 因為他收拾那些 不用拆頭 不用裝傻瓜 我以後就叫原位 放在這裏 完 第二年順利很多 很多位都磨合到 但會忘記了浪漫拍拖 這個應該是你有觸碰 十分共鳴 為何會發現到這件事 以前見面 就已經是拍拖 因為是專門出來才可以見到面 我專門去你家 你專門去你家 才有一些相處的時間 但現在是長期相處的時間 你又自自然而 好像代入了 我以前拍拖都是這個模式 我看到就是拍拖的 但其實你沒有了那個真正的意義 就是其實你們兩個是要不做任何事 真的要放時間 跟對方溝通 共同去做一件事 才叫拍拖 因為現在一起住之後 好像沒有了一個目的 就是以前 譬如說你今晚出去吃飯 你要立即想吃什麼好 吃飯前有什麼要做 起碼吃什麼餐廳你都會想想 是的 但現在沒有了 一會之後再叫外賣 隨便下去吃 對面背夜店 難道人家在這裡慶祝 吃幾百元東西嗎 很貴的 然後你就覺得感情退步了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一定要找一兩天 很小事 你可能出街吃過飯 我甚至覺得不出街都還可以 或者你兩個一起煮過飯 是的 總之是共同做一些東西 兩個一起看電影 是約的時間 是大家都放下手上的東西 其實不是浪費你很多時間 你一個月31天 自己有空提出一下 吃好些錢看一場戲 也不是很浪費錢 也不是很浪費 吃個泡谷也很開心 是的 因為吃泡谷也很開心 好久 就算喊大吵 都要在同一個空間 這個真的是人生的課題 拍拖頸 同時 準備打架是不是 我男方的代表 但我又明白很多人 在家裡 未必真的有間隔 那些真的很辛苦 如果那些我建議 出門口 其實有時生氣到離開 是好事 我有一次吵架 我走了 我到現在還沒開過 我去了哪裡 我就知道在哪裡 他找了兩個小時 終於找到我 太細節了 總之 我就躲在一個位置 我有移動 最後他就在一個定點的位置找到我 那我當時就約了一個朋友 還有偵探的頭腦 那一刻很神奇 然後我朋友也不少這樣說了一句 他找到你 也很厲害 那就原諒他 我就看看怎樣 但我覺得最重要是 真的要有一個空間 要先冷靜 因為你喊到那個點 是沒有事情可以解決到的 如果有時吵架 一方已經失控 另一方不讓他離開 是瘋的 走就任由他離開 要追 生氣後不想見他 躲進房裡哭一下 是 裝悶 但是記得整油壓到門 我都裝壞了很多 真的 然後我就會在房裡哭自己 冷靜 主要心裡 都是想這傢伙 什麼時候進來哄我 還有那15分鐘 不要只讓他冷靜 只是讓我自己冷靜 因為你要明白 當大家罵苦之後 你要從好生氣達到不生氣 還要安慰別人的情緒 其實很難 15分鐘才算是大師級 第下一步就是 放道理面子 罵得罵兩邊都是要搞錯 還有我想說 如果中一邊已冷靜 就不要回事 不要 因為我覺得iman 等你用來解決過事情 你要解決過人 在走 然後自己回來的一刻 S 你覺得不覺得? 覺得 所以怎樣也要在家裡追出去 簡單來說你給他一個下台階居 你出一出門口見到門口也好 我完全明白 追的很重要 幸好我們暫時都沒試過生氣 你要睡沙發或者我要睡沙發 除非你真的很過份 嘩 可能是你過份 我生氣了你 神經病 我開了窗口給你 不是開門口給你 好笑 請問有沒有避寒反睡的情況呢? 我有反睡的情況 他有避寒的情況 他其實一直都有避寒 以前我剛認識他 我就沒習慣用耳室 我是那些一蚊子的聲音 我都睡不到 所以現在我真的會戴耳室 但耳室也要小心一點 有機會連警鐘都聽不到 因為我連鬧鐘響有時 我睡得太軟 真的聽不到那個鬧鐘響 耳室的功效是強到 我和我媽去Staycation 我媽的避寒是超大的 但我是可以聽到 你這樣說 王毅不要很開心 大家好像是誰說 是喔 咳嗽 咳嗽 那反睡的情況如何 簡單來說 如果反睡有奧運的話 你一定會拿冠軍誠意的 我呀 真的呀 你的反睡的情況是擺上姿勢的 我常常不知為何要屈 他們手會這樣屈住 或者黏住我們 我會這樣呢 有時會 我覺得你反睡不要緊 你不要介意別人幫你 我還很喜歡踩住東西 有時我看不到枕頭 踩我吧 我會踩住他 八九幾個 你等我先說 阿Dee你不在 你只要打斜 我習慣了 我真的有時吹醒了他 他還會嚇 還有一個問題 除了訪問之外 是啞夜料 作為一個經常啞夜料的人 但喜歡睡裡面 真的很累 你自己喜歡睡外面 因為有充電 是的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 你每次跨我床都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我睡得很直 有時你都會打橫 因為阿Dee有腳底 大家用你的方法 令到對方移動 這次共2.0差不多了 大家吵架 看完這段影片安而無恙 我們暫時沒有 我也給了很多貼士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還有告解一下 大家可以跟男女朋友一起看 但不要吵架 拿出來說 但我知道會有那些 你呀你呀 是呀你呀 我說你呀 你也是這樣 是呀你呀你就是這樣 從來都是這樣 從來沒有試過不是 我狠狠地分享出去 狠狠地留言 不是留言 是我們影片 下面留言 如果還有其他共鳴 我們還沒說到 大家歡迎在下面討論 你們自己討論 我會插嘴 大家可以加入 中電的全心全電 因為省錢省電之外 還可以集上他們的獎項 記得下載他們的app追 加上全心全電才算 你不要經常在那裡教壞男女朋友 大家一起省電有什麼不好 不是 不要說證據 是說我們有共同的目標 要省電 你打機打了很多電 再見 我跟你說